大哥钓到鱼了 拿过去了 用小漏网钓了一些 可以做一顿 就这小河里头鱼很多的 大哥钓了不少 不是钓的 是用漏网兜给兜上来的 水好清 这旁边是田地 现在没种什么了 这青菜 谁家种的青菜 青菜蛮多的 这个季节的青菜可好吃 天凉了 你看这青菜多好 绿油油的 那边还有萝卜好像 那青菜长得那么大了 那么大就不好吃了 多吗鱼 少 够烧一顿的吧 刚刚出来 刚出来 这家无聊的 大哥说了 他妈的在家里太无聊了 除了露点鱼 看我身后这些地里面种的小青菜 这就是上海农村的 算是自留地 农村人也是有比种田的土地的 但是不能跟北方比 就非常少 你看就比如说这一块一块的 他们就用来种菜了 我一个农村孩子 我认识的菜也不是太多 这个菜我就不知道是什么菜 但是生菜 这谁都知道了 生菜 然后前面这个是小青菜 这个是菠菜 那个是 那叫什么菜的 我忘了菜市场有卖的4块钱一斤 就是那个菜 萝卜 那是萝卜 认识 这个我不认识 我一个农村的孩子 好多菜也是有一些不认识的 菜市场也经常看到 也不知道叫什么菜 会买 反正我也不叫名字 我就来给我来一斤 来一斤 这个是 这是韭菜 能看出来吗 那是韭菜 你们有没有发现 露天菜长的都是颜色发深 绿的发黑 这种菜永远价值才高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虫口 然后有一些小斑点 这就是露天菜 青菜有很多种 那个是贴着地皮长的 海角青菜 还有莴笋 香莴笋 看看香莴笋去 露天香莴笋才好吃 上肥了 上粪了 好臭 臭死我了 这是香莴笋 你看看人家上的肥 都是有机肥 都是粪汤罐的 熏死我了 那边还有卷心菜 这是萝卜 这个我认识 萝卜 青萝卷心菜 那个就是大蒜苗 矮的大蒜苗 卷心菜都抱团了 这个就是上海的农村 地地道道道的农村了 旁边住的大大的房子 像别墅一样的房子 边上有少少的田地 这个田地我真没办法形容 因为他们土地太少了 这跟我们 好像都没有我们家菜园子大 我们家菜园子 再怎么也有两亩地呢 逛中菜的菜园子 但是他们会把菜园子 他们会把他们的土地利用的很好 每一小块 两平米种这个菜 两平米种那个菜 充分的把地皮利用了好 都没有地笼河 地笼沟 我们那还有笼沟 人家就是平的 种这么一大片 那个是塔菜 塔菜很喜欢吃的 天气冷特别好吃 然后那边种的红萝卜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叫什么 上海叫田露鼠 我们东北就把它叫田杆 我小的时候也吃了的 我小的时候奶奶会经常给我种 但是后来她就不给我种了 我也是好多年都没看到这种东西了 田露鼠 就是那种像小甘蔗一样 比甘蔗细绿的 外面皮也是剥了 有时候用牙一咬 搞不好会把嘴都划伤了 那个东西 像刀片一样厉害 它这个皮 上海叫田露鼠 我们家乡叫田杆 就脚里边那个东西 一脚里边有汁水 很甜的 甜杆 就跟甘蔗是差不多的 比甘蔗小一号 阿姨在收菜 不知道收的是啥菜 人家起萝卜的 剪刀剪的 不知道是收的什么菜 收菜了 这儿就是上海的农村 上海的农村地很少的 看着我就想起我家菜园子了 我家菜园子比这大多了 实际用 但是地方虽然不大 利用的非常好 要啥有啥 想吃啥有啥 什么菜都有 而且都是有机北料 我都闻到了 所以在上海这边农村生活 还是很幸福的 旁边那些别墅 看看家家都是大别墅 然后再出来弄点小菜 上旁边沟堂子里 弄点野生鱼 钓着玩 还有一些地方 有那种小螃蟹 抓两个 其实就是玩 有啥好吃的 那么秀 这是啥瓜 我一个农村孩子 我不认识 我是北方的农村孩子 有一些南方的菜 我还真不认识 这啥瓜呀 这是 长得像羊桃似的 外皮都干了 这是丝瓜老了吗 不能吧 叶子像丝瓜一样 是不是丝瓜老了 然后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丝瓜 我觉得丝瓜应该比它大多了 长得不太好 每一点地方都利用好 这边还种了点小青菜 在这边上 停车场 屁油后 这地方种了这么多青菜 这青菜委屈超标 我